啊,这个就是老虎奶 哈喽大家好,我是吃了超过200克米星的星星的石旧旅 现在有一家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西餐厅 在第一次去之前还吐槽过他们的菜名 什么罗马假日大阪浪漫一股网红味 不过朋友跟我说主厨是我的粉丝 甚至连餐厅都是看着我的视频培训的 我才去尝试第一次 吃了之后立刻就被味道折服 只能说不愧是看我视频做培训的餐厅 前段时间听说更新了春季菜单 那今天就再去尝尝新菜单的味道如何 广东人吃饭先喝汤 这被中山老鹅加上马蹄笋、火腿、瑶柱 和15年冬甲陈皮调的高汤 清鲜不厚重,肉香混合陈皮 香气和鲜甜共同带来的极高的愉悦感 两边点缀了一点柚子胡椒 又增加了一重清香和微微的辛辣 这个樱花树枝你别说是有点纯甜的感觉的 插着一块针雕 灵感应该来自于紫苏海胆天赋罗伊类的 用紫苏叶包起来油炸 保持了愉悦的鲜嫩 然后另外搭配了自制的酸甜梅子酱 外面再撒上斑兰叶粉增加清香 梅干菜增加咸鲜 一如既往的将复杂调味驾驭得得心应手 开胃酒经典的高级香槟库克 一如旧混合了11个年份的146种酒 气泡细腻而持久 美妙的里滋无花果柑橘类水果的香气 还有杏仁奶油蛋糕之类的香气 酒单设计也很实用 可以点地图直接跳转到想要的产区 农人的智慧上一菜单也有 这一季根据时令做了一些改变 上次我说元素太过复杂繁多 相互之间融合不够好 这次主厨就把它拆成了四个小吃来分别呈现 今天出炉的吐司松软油奶香 再跟顶上的懒人和夏威夷果两种坚果香气交相无影 内里则是填入了陈皮、枸杞和胡萝卜蟹 这个金香鱼寿司我一开始以为只是 类似于一些素食三成的烂活 吃到之后有被劲到 把甜来根炖煮之后烘干去除本身风味 同时让质感变得接近于金香鱼赤身 再用昆布高汤等调味出类似金香鱼的风味 置换精甜的根里 再搭配上底下的海苔增加鲜味和调味很增的寿司醋饭 除了缺少一点金香鱼天然的酸味之外 吃起来真的跟金香鱼寿司一模一样 一个颜色淘气的鲜花塔 底下毛豆泥大底 再用自制胡麻酱拌炭烤的马兰头 顶上的海棠花提供了恰到好处的酸味 一口吃进一个春天的花园 四小吃的最后一个神似迷你版的普罗马斯炖菜 饼上软嫩的黄绿节瓜盖着印度茄子酱 吃起来像是品质很好的番茄酱 接着来到了希腊阿多尼斯的花园 以古希腊的春天之神秘密 罗勒松子帕马森干烙菠菜汁做成酱汁 白色的芝汁奶酪质底轻饮又奶香十足 跟菠菜和坚果香相互印 另外隔离和鱼子酱又组成了鲜甜和咸鲜的风味 如果把隔离换成更甜更脆的贝类 比如鸟背 那甜度会更迷人 配酒来自法国夏布利的一个特级甜 酸度结构相当漂亮 新鲜成熟的柠檬、柑橘、梨液类的香气 没有长生的橡布利那么酸和矿物感强 反而比较圆润 下一站南美、秘鲁 老虎奶算是当地的生烟海鲜汁 在原有的酸橘汁、洋葱等水果香料的基础上 餐厅又加入了印尼的椰浆 使得风味带上了一些东南亚感 它们的一群肉松叶蟹 有墨鱼和佛手罗 在酥辣汤这称诺下 鲜甜被进一步激发 莫名的有种东阴公汤的感觉 接着这个生蚝震惊我 加入了牛骨髓的牛高汤酱汁 荤香浓厚 却丝毫不觉得跟小场景生蚝的鲜味 奶味会有冲突 顶上几片西瓜、梨和甜菜根的泡菜 迫具朝鲜风味 这道菜也算是菜单节奏的第一个小高潮 这就来自德国的森林 带有精致的柑橘、酸橙 也类的香气 还有一些矿物感和咸感 现在正是白露笋的季节 真的我超爱 白露笋炸成了天婦罗 外层酥香 芦笋又脆又嫩 还有食材本身独特的鲜甜 因为在垫上北海道软嫩的扇贝 多了一种口感的同时 海露的鲜甜也相互结合 最底下锅巴味噌酱用玄米加燃薯白味噌做成 相对于常见配芦笋的荷兰酱 更亚洲风味也更厚重 配菜放在珍珠洋葱里的甜豆也是炭烤过 搭配雷茶酱 整套它的完成度非常高 要挑缺点的话 就是天不罗炸的跟专门店还是有点差距 再到大黄鱼的做法有些潮汕风格 菜股高汤浓厚鲜美 黄鱼来自中路岛 蒜瓣肉又鲜又嫩 而在鲜嫩中又带着两种脆 一是焦白 一是腌脆藕 还有抬条的粉来增加鲜香 这一碗温暖的汤下去 还真有点节酒 感觉可以喝更多了 这几碗桃红是来自法国罗那河谷的自然酒 据说很难买到 闻起来就有点像果汁 喝进去的香味类似于水果罐头 有点樱桃糖果花香的感觉 海鲜二连鸡这一战来到了曼谷 上次来我就夸过他们的海鸥虾 今天这只来自摩桑比克 品质依旧很好 而且火候控制在了完美的糖心 鲜嫩弹牙 底部的绿咖喱相较于曼谷当地 辣度降了很多 同时冲入虾高汤增加鲜味 再用这个酱汁来会索木芽 蚕豆 进去要花这些春野菜 另外酒刀打成泡沫 想要增加一些酒香米香 可惜效果并不明显 这把刀好看 想透 下一站竟然是长沙 他一上桌就闻到明显的 辣椒炒肉的香气 把妙龄中山乳哥四天熟成 蒸后炭烤 酱汁只是拖沓于辣椒炒肉 螺螺丝椒 腊肉 香料 真的还原出了七八成的香气 底上的风干春笋 我一眼还以为是白辣椒 底下还藏着脆嫩的五蓉和九条葱 整道菜的辣度虽然相较于 原版辣椒炒肉下降了很多 但碳烤 辣椒的风味 依然让我感受到了烟火气的美妙 这把叉子也好看 也想透 煮菜配酒来自美国纳帕 著名的顶级膜拜酒 风味浓缩 集中度很好 明显的黑樱桃 黑莓 这类水果香气 一点胡椒鲜料的感觉 花香迷人 复杂度和平衡都做得很出色 一个清口香甜品休息一下 来自诺曼爷的离子气泡酒 加佛手干做成冰霜 底上苹果片用莫莉康普茶腌制 底下是几种的芒果酸橙 清新又清爽 休息完接着来到了西贡 在常规西餐牛肉酱汁中 很大胆的加入了虾酱 带来了陌生又熟悉的咸鲜 牛肉是奥州M12的夏多布里昂 也就是整头牛身上最嫩的一块肉 而左边的配菜竟然是菠萝 用威士忌和雪梨油腌制之后 直接上火炭烤 在搭配上发酵后 再用乳酸感的生菜 已经快忘记有多久没在西餐厅 吃到这么特别的牛肉主菜了 泪姆 一久来自法国波尔多 虽然只是五级装 但是据说有着超二级的势力 还曾拿下帕克的满分 这个15年 红色和黑色水果较杂 有点烟草香气 单宁还算细腻 煮菜继续 我觉得他们是想撑死我 碎皮婆参算是潮汕菜的经典名菜 我尤其喜欢好酒好菜的出品 这家店拿碎皮婆参来做了一道意面 用澳洲和牛 贵州辣排骨 炒上胸口油和新姜番茄做成番茄肉酱 这道菜肉香和番茄香非常之浓郁 酱汁甚至有点黏嘴的感觉 碎皮婆参 外酥里糯 不过可惜尺寸不够大 那种肉厚的胶质感展现的也不够强 干净面的面条也是自制 而且是我喜欢的爽糖略带点硬的口感 直接暴风吸入塞饱了肚子 进入甜品 这战是上海 葱油拌面冰淇淋一听名字就像是个黑暗料理 不过考虑到上海的朝人 都开始吃生地蛋酱油冰淇淋 和肉葱青团冰淇淋了 这也不是不能接受 当你把葱换成了红洋葱 焦化之后跟桂花米露一起做成冰淇淋 再搭配上酱油脆片 一起吃下去 真的有种在吃葱油拌面的香气 作为咸口甜品爱好者 我是真的爱了 甜品配酒 赫赫有名的大Q 被誉为世界最好的Amazoni 风味极其浓缩 甜美的果干 奶油蛋糕 巧克力的风味 与贵府有着截然不同的乐趣 最后的茶和BD4结束全餐 包团不包括酒水 1988 觉得值得 前弹幕里发一 觉得不值得 请发二 OK 那最后来给家店做个总结 Avon这季的新菜单 依然延续了主厨 对复杂风味的绝妙掌控力 同时很多中式元素的使用 让菜变得有趣 甚至价格对比上海 我都觉得有性价比 依然是国内 我个人最喜欢的新餐厅之一 好的 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喜欢 还请多多点赞投币 上当三连 不忘记点个关注 以免错过更新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